首先我们介绍今天丽领的贵宾 有华文部长 孙龙部长 有华文部长的夫人 夫长夫人 接着有我们台师大艺术学院的院长 王晋龙院长 还有我们师美会的理事长 孔启元理事长 还有我们前任理事长 刘云事长 麦伟雄老师 新美国的校长 王之诚校长 还有我们资深水产名家 邓国欣老师 还有北岸花卫的理事长 莱龙贤理事长 台湾国际荣誉理事长 郑江桐理事长 还有郭忠赫 郭忠正院长 还有水产名家 现彦老师 商局 教授的出写好 好的 各位可以允许我们中正经验高官 提出的徐文涛 主持人 首先我欢迎马国部 陈永副部长 还有说几句话 谢谢 民体实浪 习主人 网绵长 各位 国长 各位贵宾 各位发誓的好朋友 客人非常高兴有这样机会参加 为协会所习惯的为连长 过去我对艺术家 他可以透过他心里的感受 而把它化成一幕一幕 让人感动的话 就不准的佩服 那么这些话 大多数是从真上原的精神 来给他发挥 当然也有从警惕人士的角度 做一些作品 那不管是哪一方面 都对人心的取疑呢 发挥相当不公能 他个人一直在书瓦界服务 我从民国82年开始 我就把艺术引进坚立 还交换人心 那些受刑人 如果不透过这样艺术的心逃 可以说非常的凶 非常的恶 很难管理 到今天台湾的建立 本来狗尔只有五万十千人 现在关到六万五千多人 超额一万一千多人 超额百分之二十以上 如果我们不是长期的艺术文化 来感动他们 让他们一直做了不同的感应 记得文化总会 洋渡御议事长们 由于到赵花间里参观之后 他在丁二报写的评估论 他说他看到的受刑人 不是以前想象中 如今打财 或者带着仇恨心理来看待别人 而是彬彬文质的文化人 他把受刑人当作文化人 攀赖 各位想象得到 因为有艺术 走运 所以让我们的受刑人 也做到这样的心好 所以我们竟然超额 现在的拥挤 然后把这个行上 就是多人一万一千多人 最近呢 今年这一季六指 把他听见的 跟他一道的监狱 我们照样可以接受 可以吸收 就是靠意识的力量 那在这边 更加感谢各位世界的朋友 各位对社会 人心的进化 做了很大的贡献 也让我们生活名词 获得高的贡献 那在这里 也希望感谢各位 今天各位 祝福各位 特别祝福各位的 一致的专长 直播市集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